全球气温不断升高 世界多地遭遇热浪袭击 很多人因此中暑和脱水 为了帮助宋餐员在炎热的夏季避暑降温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设立了三间特别小屋 让宋餐员随时随地到里头充电休息 为了节能减碳 这三间小屋是由太阳能发电 配合当地政府的夏季活动 阿联酋交通安全联合委员会和外卖平台塔拉巴特 合作推出这个环保小屋 除了让宋餐员有个重量的地方 还能够实现政府的零耗能对色目标 这间红色小屋的外观是一个漫画版的宋餐员图像 搭配休息 充电 补水三个英文字眼 里头则有椅子 饮水机 空调和移动充电等等设施 为宋餐员提供舒适的避暑空间 当局还考虑增设这样的设施 感谢